弟兄姐妹们平安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是 有福的人生 有福的人生 在诗篇第一篇第二节这里说到 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 这人变为有福 我们看到诗篇一开始 上帝就把他的心意向我们显明 因为神期待我们能够过一个有福的人生 所以今天我想要跟大家来分享两大点 第一是有福的人生的六大特征 第二是有福人生的秘诀 我们先一起来祷告 慈拜我们的天父 感谢赞美你的恩典 谢谢你带领我们来到你的圣所 以及在线上一起来敬拜你 阿爸父神今天早晨 求你对我们的心说话 让我们明白你话语的奇妙 祷告奉主的名求 Amen 第一大点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有福的人生六大特征 在诗篇第一篇第三节这样子说 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 按时候结果子 叶子也不枯干 凡他所做的 尽都顺利 哈利路亚 这就是一个有福人生的描写 那么我们一点一点的来看 首先这里看到一个有福的人生 他就像一棵树一样 是蛮有生命力的 我们知道一棵树的寿命是非常的长的 有的苹果树可以到达100年到200年 核桃树可以到300年400年 章树可以到800年 松树可以到1000年 甚至巨山可以到5000年 我们看到这些树虽然会遇到闪电 虽然会遇到狂风暴雨 虽然会遇到森林大火 可是他们就借着他们的年轮 一年一年的记录在他们生命当中 所遭遇的各样的艰难挑战苦难 但是他们继续不断的成长 所以一个有福的人生 其实就像一棵树一样 是蛮有生命力的 那么圣经里面呢 也常常有这样子的一个描述 描述说 一人要发旺如棕树 生长如泥巴嫩的香薄树 我们看到这一张图 这棵树就是香薄树 那圣经继续描写说 他们年老的时候能要结果子 要满了枝浆而长发青 是的 一个有福的人 她是持续的成长的人 而且她是满了枝浆 就是充满了枝润 而且长发青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美国有一个摩西奶奶 她77岁的时候才开始学绘画 到了80岁竟然开画展 她一生总共画了1600幅的画 很多画都在现在的博物馆里面 那么她有一句话鼓励了许多的人 她说做你喜欢的事 上帝会高兴的帮你打开成功之门 哪怕你现在已经80岁了 哈利路亚 兄姐妹我们看到一个有福的人 不管她岁数年龄多大 她依然好像一棵树一样 充满了生命力 那么第二点 一个有福的人 她根基是稳固的 就好像说一棵树 栽 这个栽制很重要 因为这个栽其实就是你的树根 我们知道看不见的比看得见的重要 一棵树 它的根如果扎得深 那它就能够经得起各样的风吹雨打 它的根基是稳固的 在箴言第十章二十五节 暴风一过 恶人归于无有 义人的根基却是永久的 是的 一个有福的人 他就是义人 他的根基是稳固的 主耶稣也在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五节说 一个人如果听了神的话 又去遵行的 那么他虽然会遭遇到雨林 水冲 风吹 撞着那房子 房子总不倒塌 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的 是的 所以一个有福的人 一个义人 他在他的生命里面 会遭遇到许多的挑战 意外 甚至重大的疾病 但是他依然能够站立得住 因为他的根基是立在神的话语 立在主耶稣基督的磐石上 所以他的人生是稳固的 第三是支援充沛 圣经说 这棵树是栽在溪水旁的 我们看到这棵树 它有源源不绝的水流 不断的滋润它 不断的浇灌它 就好像以赛亚书五十八章十一节 这样子说 耶和华也必时常引导你 在干旱之地 使你心满意足 骨头强壮 你必像浇灌的原子 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可以想象吗 你的人生 有源源不绝的水流 一直的浇灌 一直的供应你 以至于你这棵树 一直的成长 一直的蒙祝福 你有充沛的资源 而且神要让你心满意足 那么圣经里面有讲到 当大卫他想要建圣殿的时候 上帝说因为他流人的血 所以把建殿的任务 交给他的儿子所罗门 但我们就看到大卫 他为了所罗门 预备了许许多多的金银铜铁 圣经里面这样子描述 他说 我为耶和华的殿 预备了金子银子铜铜铜铁 多的无法可称 你有许多匠人 就是石匠木匠 和一切能做各样工的巧匠 并有无数的金银铜铁 我们看到神借着大卫 预备了许许多多充沛的资源 让所罗门能够来建圣殿 是的 当我们来依靠神的时候 神的资源是充沛的 是丰盛的 是没有限量的 是超乎所求所想的 Amen 第四 结实累累 按时候结果子 一个有福的人 他会按时候结果子的 圣经里面讲到 我们做基督徒的 我们要结出福音的果子 我们要结出圣灵的果子 我们要结出嘴唇颂赞的果子 我们还要结出仁义的果子 如果一棵树 他没有结果子 他就失去了这棵树的功用 那我们来看 格里亥牧师 他在年轻的时候 他就定义 要来好好的爱主 要来传扬主的福音 有一次 他到了一个体育场 看到人家在打棒球 他心里面就有一个负担 他跟神讲说 神啊 如果步道会 也能够办成像 在体育场打球这样子 有这么多人来参加 那不知道有多好 结果神就使用他 成立了格里亥步道团 真的在世界各地的体育场 办大型的步道大会 他这一生 向两亿一千万人 传福音 结出许许多多的福音的果子来 哈利路亚 我们看到 如果你愿意 这样子定义来给神使用的时候 上帝使用你是没有限量的 那么第二个例子 是我们看到 爱德华兹 是18世纪的神学家 与步道家 上帝使用他里面 那份敬虔的生命 跟人力的生命 结果带来极大的影响力 他的后裔 结果累累 有人追踪他的后裔 发现他的后裔 有一位是第一夫人 有三位是美国参议员 有三位成为州长 有13位大学校长 有30位法官 有65名教授 有80位政府官员 有100名的律师 还有一百位宣教士跟牧师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的敬虔的生命 可以带来极大的影响力 甚至影响社会 影响国家 影响世世代代 Amen 第五 是遮盖医治 叶子也不枯干 我们看见 当一棵大树 它枝叶茂盛的时候 它可以替我们遮挡太阳 那我们在树下乘凉 那么在启示录22章第二节 在河这边与那边 有生命树 结十二样果子 每月都结果子 树上的叶子 乃为医治万民 有许多叶子 也能够有医治的功能 我们看见 一个有福的人 他的叶子是不枯干的 而他能够成为许多人的 遮盖跟医治者 圣经里面 在路德记 有讲到 路德 他来寻求 破阿斯的遮盖 在路德记 三章九节 求你用你的衣精 遮盖我 因为你是我一个 自尽的亲属 那么在彼得前书 四章八节也说到 最要紧的是 彼此切实相爱 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 同样的 我们要来学习成为 一个属灵的遮盖者 当我们的生命是丰盛的 当我们的树是高大的 枝叶繁茂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成为 许多人的遮盖 我们也能够成为 许多人的帮助 使人有路可以走 使人能够 在我们的遮盖底下 他们的生命能够得到保护 能够得到扶持 得到看顾 同样的 因着我们从神来的爱 我们遮掩许多的罪 使他们的暖弱 使他们的困难 使他们的心 都能够得到医治跟安慰 Amen 第六 是 风迎兴旺 凡他所做的 尽都顺利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不是说我们属神的人 就不会遇到困难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还是会遇到顺境跟逆境 也会遇到得实不得实 也会有成功失败的时候 也会有处丰盛 处卑贱的时刻 甚至也会有得胜跟苦难的时刻 但是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 教导我们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换句话说 一个属神的人 他虽然会遇到各式各样的环境 艰难挑战 但是因为靠着主 在逆境中 依然能够得胜 借着在逆境当中 使我们的生命更丰富 所以就变成 凡事尽都顺利 Amen 我们来复习一下 一个有福的人生 他有哪六个特征呢 第一 他有生命力 他像一棵树一样 不断不断的成长 而且能够滋润长青 第二 他的根基稳固 他要像一棵树 栽 这个栽 他的根基是稳固的 他能够经得起 各样的风吹 雨打 闪电 雷轰 那么第三 他的资源是充沛的 因为他是栽在溪水旁的 他能够源源不绝的 好像浇灌的原子 跟水流不绝的泉源 那么第四 他是结石累累的 因为他按时候结果子 结出福音的果子 结出人意的果子 结出嘴唇的果子 结出圣灵的果子 那么第五 他是遮盖医治的 因为他的叶子不枯干 他能够遮盖人的暖弱 遮盖人的需要 他能够成为别人的帮助 他能够触摸人的心 安慰人的灵 能够用爱来遮掩人的过错 那么第六 是丰盈兴旺 凡他所做的 尽都顺利 这个顺利 不一定是天色常然 不一定是永远都是顺境 但是 在逆境中 有神的同在 就能够转败为圣 就能够化险为夷 就能够柳暗花明 又一春 并且在绝处逢生 那么弟兄姐妹 我就要问你 你要不要这样的一个有福的人生 你可不可目 你的生命是能够如此的丰盛呢 那你就会问说 那我要怎么样才能够拥有这样的一个有福的人生呢 那么这就是我们第二大点要来分享的 一个有福人生的秘诀是什么呢 首先我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 你要做正确的选择 你要懂得勇敢的说不 在诗篇第一篇 第一节 这里说到 不从恶人的计谋 不占罪人的道路 不做泄满人的座位 我们看到这里有三个步 当你 我们看到这里有三个步 你不去跟从恶人的一些计谋思想 你也不去带出一些行动 跟随罪人的道路去行走 你也不做泄满人的座位 你也不去以这些泄满神的人 跟他们有任何的往来 我们要懂得能够勇敢的说不 那么我们来看圣经的几个例子 第一 你要坚定你的原则 第一 你要坚定你的原则 在圣经里面讲到 约瑟他在波提法的下面做事 得到很大的赏识 那么他总管波提法的家里面 那波提法的妻子 就是他的主人的妻子 再三的引诱他 圣经里面形容说 后来他天天和约瑟说 约瑟却不听从他 不与他同情 也不和他在一处 我们看到约瑟他就是 勇敢的做正确的选择 他勇敢的say no 他知道当他say no的时候 有可能会影响到他的职位 甚至还有可能他会被抓去关 但是他还是勇敢的拒绝了 为什么呢 因为在他里面 有一个重要的原则 这个原则就是我们这粉红色的字 这里讲到 我怎能做这大恶 得罪神呢 哈利路亚 我们看到约瑟 在他内心里面 最重要的原则 就是他不能得罪神 因为他敬畏神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的原则是什么呢 你是否能够坚定你的原则 我们再看第二个例子 你要站稳你的立场 圣经里面讲到一个事件 就是尼布贾尼撒王 他立了一个金像 要求所有的文武百官 都要来朝拜这个金像 可是呢 撒德拉 弥撒 亚伯尼哥 他们三个坚决不跪拜这个金像 所以 王就威胁他们说 如果你再不跪拜的话 我就要把你丢到这个烈火的窑里面 除死你们 那么我们看到在但一里书三章16到18节 他们三位是怎么回答的呢 他们对王说 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 即便如此 我们所侍奉的神 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 即或不然 王啊 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 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 看这里又有三个不 不必回答 绝不侍奉 也不敬拜 弟兄姐妹 我们看到他们三位 虽然面对死亡 依然能够站稳他们的立场 我们知道之后 这三位 他们真的被丢到烈火的窑中 但是 耶稣与他们同行 使他们在烈火窑中 毫发无伤 并且做了美好的见证 也因为这样子 他们做了美好的见证 使尼布贾尼撒王 更深地敬畏他们所侍奉的神 第三是 持守你的信仰 我们知道 但以理 他办事中心 毫无错误 所以许多人就嫉妒他 想要抓他的把柄 但是都抓不到 他们就只好说 必须要在他的信仰上 才能够找出他的问题来 于是就怂恿王下了禁令 说在三十日之内 不能向任何人跪拜 那我们知道 但以理 他一日三次朝向着耶路撒冷 向神祷告 结果就因此这样子 被窥探 被抓住了这个把柄 所以 但以理 就被带到王的面前 被控告说 他们对王说 王啊 那被掳汁 犹大人中的但以理 不离你 也不遵你盖的欲 也不遵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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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弟兄姐妹 你要过一个有福的人生 你就要有一个正确的选择 要懂得勇敢的说不 首先我们看到约瑟 他能够坚定他的原则 不受他主人的妻子的引诱 所以他不从恶人的计谋 我们看到撒得拉 弥撒 亚伯尼哥 他们站稳他们信仰的立场 他们不去站罪人的道路 许多人都跪拜金像 但是他们却不敬拜这些偶像 神保守了他们 而且高举他们 那么我们也看到但依利 他不做谢曼人的座位 他依然持守他的信仰 以至于他再次的被高举 也使王宣告但依利的信仰 但依利所信奉的神 是值得敬畏的神 那么有福的人生的第二个秘诀是什么呢 就是要选择敬畏神 与神亲密 在诗篇第一篇第二节 唯喜爱耶克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 这人变为有福 首先 我们要来切勿神的同在 诗人在诗篇四十二篇第一节说 神啊 我的心切勿你 如露切勿西水 我们知道大卫是诗篇四十二篇的作者 正因为他渴慕神的同在 所以他的人生成为一个有福的人生 第二是我们要喜爱神的话语 在诗篇一百一十九篇这里说到 我遭遇患难愁苦 你的命令却是我所喜爱的 是的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真的会有许多的高山低谷 真的会有许多的患难愁苦 就好像我们现在遇到疫情 让我们感觉到遭遇到许多的限制 让我们也感觉到很多的郁闷 但是当我们喜爱神的话语的时候 神的话却能够安慰我们 鼓励我们 使我们有力量能够来超越 现在所遇到的患难跟愁苦 那么这里又说我喜爱你的话 好像人得了许多的卤物一般 是的 弟兄姐妹 当我们打仗的时候 我们会得到许多的战利品 你会很高兴 因为上帝把这样的丰富的资源 浇灌在你的身上 那么同样的 当我们来读神的话语的时候 你每一天你都会发现 有新鲜的战利品 在你的生命里面 使你天天有得胜的喜乐 第三 想要有有福的人生 你一定要默想建造你的属灵的生命 在诗篇第五篇第三节 耶克华 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 早晨我必向你沉迷我的心意 并要警醒 诗篇77篇第十二节 我要思想你的经营 默念你的作为 亲爱的弟兄姐妹 每一天早晨 我们花时间付代价 能够来思想主的经营 默念主的作为 能够来向神成名我们的心意 当你每一天都这样做的时候 你就能够经历到神特殊的引导跟带领 神也会让你的心得以警醒 让你不至于犯罪得罪他 所以你的人生就能够走在一个 蒙福的道路上面 最后我们来看结论 圣经里面 诗篇第一篇开宗明义 就说他渴慕我们能够与神同行 过一个有福的人生 那么有福的人生的六大特征是什么呢 第一是树 就是有生命力 第二是灾 就是他的根基是稳固的 第三吸水 就是他有源源不绝充沛的资源 第四是果子 他的生命能够结实累累 结出许多福音的果子 圣灵的果子 嘴唇的果子跟仁义的果子 他的后意是蒙福的 第五 他的叶子是不枯干的 是能够遮盖人的 是能够医治人的 是能够触摸人心的 最后一个 他凡事尽多顺利 虽然会有逆境 虽然会有苦难 但是因着神的同在 他能够逆转胜 那么如果我们想要有这样的一个 有福的人生 那么秘诀是什么呢 第一就是你要有正确的选择 你要懂得勇敢的说不 你要能够坚定你的原则 你要能够站稳你的立场 你要能够持守你的信仰 不从恶人的计谋 不占罪人的道路 不做泄满人的座位 那么第二 你要选择敬畏神与神亲密 你要切勿神的同在 你要喜爱神的话语 你要天天花时间来灵修亲近主 如此神必与你同行 哈利路亚 亲爱的弟兄姐妹 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 我们都能够抓到这个 有福人生的秘诀 我们也都能够过一个 有福的人生 Amen 我们一起来祷告 慈悲爱我们的天父 我们感谢赞美你 我们渴慕我们这一生 是有福的人生 主啊我们渴慕 我们能够满有生命力 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 按时候结果子 叶子也不枯干 凡我们所做的 尽都顺利 阿爸父你来帮助我们 给我们有力量 让我们能够懂得说不 让我们能够做正确的选择 让我们有从你来的 这样的一个勇气 我知道我们靠我们自己不行 但是靠你 我们凡事都能 主啊所以我们要天天的 来寻求你 跟你同在 寻求你的话语 有力量 好叫我们能够 继续的默念你的作为 思想你的经营 谢谢主的恩典 保护看顾我们这一生 走在你的心里里面 好叫我们的后裔 都能够成为敬虔的人 也能够结实累累 祷告奉主的名求 Amen 感谢神 但愿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 都能够成为一位 有福的人 Amen Amen